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ny 今天市场迎来重磅事件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宣布了每个月缩减150亿QE的大利空 股市创新高迎接重大利空 三大指数喜气洋洋 这气氛就像万圣节当作是圣诞节来过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60个点 标普涨29点 道指涨了96 全部创历史新高 那么鲍威尔是怎么让市场把利空当成利好了呢 我们先说重点 目前执行的量化宽松政策 是每个月购买800亿国债和400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这个月底开始 这个数字先调减到1050亿 也就是700亿国债和350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12月份继续减少150亿 按一个月150亿的速度来减少 8个月就全面停止QE 这个速度基本符合了市场的预期 11月3日下午出这个消息 实际上是市场都早早的price in的 连我这么小的频道 在一个月前就预测到了今天的Taper 上周的周末点评也已经提前剧透了 几乎可以说是压题全压重了 由此可见 今天的所谓Taper利空 是多么没有意外的事情 既然不出所料市场就觉得没关系 反正还没开始加息呢 怕什么呀 在会后发言和记者会环节 鲍威尔解释了政策的目标和理由 首先是就业回暖 但增速放缓 用工需求强劲 8月份以来 平均每个月增加28万个工作岗位 低于6月份的100万个 上一个非农数据显示最新失业率为4.8% 但是低估了就业缺口 扣除了年纪大的劳动力 轻转年人的参与率远低于大流行前的水平 他的意思是 转钉不出来工作呀 他觉得疫情缓和之后 劳动力供应的问题就会减少 经济衰退对所有美国人的影响并不相同 他比较担忧的是底层人民受到的打击最大 说的是事实 有钱人炒股发大财了呢 炒房也发了财 与通胀相比资产大幅增值才是一块大肉 而那些原来没有钱的碰到失业真的很困难 本来就没几个钱又碰到通胀就更加困难了 关于通胀是本次议席会议另一个看点 总体而言通胀率还是高于2%的长期目标 供应链限制和持续的短缺都超过了美联储的预期 高通胀的原因主要还是疫情造成的供应混乱 鲍威尔说美联储的政策工具不能解决供应不足的问题 我给解释一下 就是美联储又不是工厂 我哪能给你生产东西呢 我就是硬点钱 钱又不能直接吃 对吧 言下之意 这通胀我还是真解决不了 加息太急 经济受重伤 物价还是下不来 鲍威尔的预期是通胀将持续到明年 物价还会再上升 这个是打记者问的时候说的 这说明我们不急着看到通胀数据就害怕 因为老大已经知道了 只要是预期之中的 就不会提前加息 美股面对利空不跌反涨 甚至串新高 原因是美联储预期管理非常到位 上半年大家就隐约知道 6月份鲍威尔说 央行在讨论缩减QE 然后在杰克逊霍尔央行的年会上面 也做出了表态 使人们充分相信 今年必须缩减QE 这一切提前打招呼的预期管理模式 让市场有时间消化利空 提前调整洗盘了 等到利空真正落地时 就变成利空出镜的感觉 不过别看大盘涨得欢乐 退出QE之后 股市还是偏利空的 我们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 我总结一下就是短空长多 历史是不断重演的 这个是技术分析的基本假设 那是因为在相似的图形底下 人们的心理会趋于一致 比如股价站上了移动平均线 表示市场平均是盈利的 市场的平均成本会支撑股价 所以才有股价突破均线买入的方法 其他技术分析手段也类似 都是以前发生的事 在相同条件的时候还会再发生 这个才使得技术分析有指导意义 宏观因素对股市的影响似乎也有历史的参考价值 在美联储宣布Taper时 货币政策调整 使我们充满了悲观的预期 但因为美联储擅长做预期管理 在真正停止宽松之前 打了无数个预防针 这使得美股串新高迎接央行利空动作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一次Taper 得到一些参考和启示 2013年是时任美联储主席博南克 宣布缩减QE的一年 这一轮量化宽松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美联储的大放水 到了2013年5月 博南克和今天的鲍威尔一样 采取了缩减QE的动作 利空发布之前 也是大盘狂涨串新高 和今天简直是一样的 利空发布当天标普下跌0.8% 此后一个月左右标普指数下跌5.6% 神奇的是最大回调5.6%之后 标普500指数又开启了一轮涨幅 达18.8%的上涨牛市 而这一轮上涨是在缩减QE的进程当中 也就是收水的情况下来上涨的 由湖南克Taper利空造成的5.6%下跌 反而有效的洗盘和调整 为后来的继续上涨奠定了基础 在2013年全年 前有利空预期 后有利空实现 却带来了全年32%的大盘涨幅 成为2013年以前表现最好的一年 2013年的博南克Taper被媒体创造了一个词 叫做Taper Tentron 意思是Taper发脾气 过度解读了美联储缩减QE带来的 股市汇市利空影响 最后直到美联储采取了加息动作 股市才有了像样的调整 2021年鲍威尔Taper历史背景 和2013年的博南克Taper是相似的 两次QE都是重大危机之后 央行开始放水救市 采取定期定额 直接购买债券 向市场示范流动性的量化宽松操作 在就业恢复通胀开始时 央行不得不要进行宏观调控 历史上缩减QE是短期利空 长期仍然上涨的 由此推断美股不会因为美联储而暴跌 市场一直在期待2021年的暴跌 导火索可能还不知道在哪 串心高了 那就持股好了 我今天的公开账户没有过度操作 我一直以来非常克制交易的冲动 减少交易次数 不只是节省佣金和税收 还是一种耐得住性子 赚大钱的一个态度 11月并买三只股当中 有一只FB 就是META元宇宙 我通过卖看跌期权来做多这只股票 在持仓截图中 看到有两张FB的卖出看跌期权 已经平仓 这一笔操作几乎没有占用本金 但是获得了780美元的盈利 算是对我研究11月必买三只股的回报 有的观众认为我建股自己不买有失诚意 其实我想说我就是买了也不算诚意啊 我做多自己看好的股票 本质上是为了赚一点小钱 另一只11月建股 我建股之后就买了市值接近3万美元 目前有1500左右的盈利 说实在不是big tech 我还真不敢中仓 也不敢久拿 我随时抛 抛的时候会在社区通知 如果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一般能够收到社区帖子通知的 今天我的亏损股是Lucid 我逢低补仓 做多Lucid的理由很简单 下周亚马逊投资的电动车新股Rivian 即将上市 估值只有可能突破800亿 甚至被炒作到1200亿 Lucid目前仅仅是600亿 到时如果Rivian疯了 那这一边的Lucid也会更长 逻辑是这个逻辑啊 但业绩确实还早 不算是价值投资 只能算找点热点投机 我其实不喜欢把投机仓位搞得太大 套住了补仓实属无奈 那希望下周能够解套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